这很多富豪表面上能还在国内发展 但实际上他们的下一代早就飞到海外去了 等于变相移民了 你看这中国首富钟闪闪的儿子 美国国籍 碧桂园的继承人手上拿着是塞浦路斯的护照 就连你家成的儿子从小拿的都是这加拿大的护照 2024年全球的富豪又迎来了一波全新的移民浪潮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今天的这个视频我带你一起来看一下 富豪去哪了 我在做上一期视频的时候 无意之间就读到了国际大型咨询移民公司 Henry & Patna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把2024年全球富豪最新的移民动态做了个总结 我看完之后大为震惊 实在忍不住 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帮有钱人真的是让人想不通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瞎折腾 携带季款飘洋过海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他们是疯了吗 而这富豪移民浪潮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的是全球未来几年的全新财富密码 我今天要把我花了20个小时研究出来的成果 通过这个简短的视频跟你完整的呈现出来 让你用浓缩的方式了解全世界财富的最新动向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你知道吗 全球过去一年创下了有12.8万的富豪的大迁徙 而这一次上榜富豪最喜欢移民国家名单的 让我觉得大为意外 我看完这个报告之后 我最大的感悟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这富豪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了 Henley and Partners的这个报告里面说的富豪 是有流动现金100万美金以上的富豪 这里面可不包括我们说的房地产股票 还有你公司的那些流动现金 说白了就是手上有100万您花钱 可以拿出来随时投资随时用的那帮人 另外一点 这报告其实看到的只是富豪移民的冰山一角 因为这个报告里面统计的富豪移民人数 是他们真真实实拿到那个国家国籍 并且在那个国家居住了很长时间 成为了那个国家的居民之后的数据 而不包括那些只是把资金搬运到某个国家 其实人还在另外一个国家生活和工作的那波富豪 所以真实的富豪移民的数量 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大得多的多的多 那你说这12.8万的土豪 他们移民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点这里面说的土豪的数量 华人的数量依然占比是第一的 第二点富豪的流入和流出 不仅仅是一个表面冷口的迁移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这个地方带去自己的财富和背后的资源 甚至有些人能直接改变一个国家未来的财运 这些富豪的迁徙其实预示着全球这个整个经济板块 未来会发生的一个扭转 也暗示着未来全球最大的商机究竟会在哪里出现 接下来请跟我一起去看 这帮富豪移民究竟去了哪 另外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促使着他们 一定要移民去全新的国家呢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透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2024年富豪人数流出排行榜 中国内地又是第一名 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虽然已经有众多的专家站出来喊口号了说 不要让富豪跑了 但是当你看到历代中国首富 什么阿里巴巴的马云 拼多多的黄真 农富山圈的钟闪闪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往外面跑的时候 那些富豪好像比我们普通人 更加按捺不住自己躁动的心 每年居然有超过一万多的中国富豪 流入其他国家 让人意外的是 排在第二名的居然是大英帝国 在我们的印象中 这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应该是富豪的向往的胜地啊 但是没想到英国这几年 牛诗富豪的速度就像火箭一样攀升 这趋势看着马上就要超过一万人了 剩下的几个移民牛诗国的排名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分别是印度 韩国 俄罗斯 巴西和南非 跟去年的名单相比 发生变化最大的 是原来的中国香港地区 和墨西哥 还有日本 现在变成了中国台湾地区 尼日尼亚 还有越南 这亚洲国家里面最赖人行为的其实是日本 他居然从去年的富豪牛出榜排名前10名 进入到了富豪牛路榜的前10名 这就好像你班上原来成绩最差的那个了 高考的时候一转身 居然考进了清华北大 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呢 台湾地区其实蛮神奇的 你看台湾的这个人口基数不大 另外呢这个经济啊收入啊生活舒适度啊 其实都还不错的 但是今年也悄悄地进入到了这个榜单的前10名 我们接下来给你揭秘 你就会知道原因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富豪去哪了呢 2024年全球富豪最爱移民的国家第一名 你绝对想不到 是阿年球 你想想看啊 作为中东国家 这穆斯宁文化的差异 这高昂的生活成本 还有这每天接近50度的气温 他居然是第一名 而且你看他领先第二名美国的幅度 居然是美国的两倍 是不是很神奇 紧接着是美国和新加坡 这新加坡也是神奇 就这么点人 把全球的富豪全给吸引过去了 新加坡难道真的是要成为一个 没有穷人的富豪国度了吗 接下来是两个传统的移民国家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再往下看 这几个国家就有点神奇了 竟然是一堆 这几年经济不好 上了无数次新闻的欧盟国家 有意大利 葡萄牙 甚至希腊 这几个国家的特点 都是人口严重老龄化 而且有严重的负债问题 尤其是这个看着就快要破产的希腊 他居然触底反弹了 还有最后一名 就是从过去最强插身 突然挤进了前十的日本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索 是什么原因 促使了这些富豪 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 也要移出去呢 除了我们普通人能够想到的 转移资产避税一些表面的原因 还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可能会让你无比震惊 先说富豪的第一个移民需求 就是避税了 这富豪避税的手段实属奇葩 我让你猜一下 这几年移民日本的这些富豪 他们买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亿万富豪 选择去日本了 很多都被记者拍到过 比如说马云 王石 刘强东 王剑林的儿子等等 都在往日本跑 富豪们在日本买的可不是优衣库和穆基 他们买的最凶的居然是日本的寺庙 寺庙这几年成为了这些土豪最爱投资的全新赛道 富豪们投资寺庙 可不是因为什么宗教信仰 或者为了投资回报率 而是日本有一个规定 如果你作为一个寺庙的主体法人 在日本的税法里面 你是享有大量的特权的 可以免掉大量的税务 你看富豪对于避税这件事 也是真的拼了吧 美国的富豪也追求这一点 美国号称是万税之国 买东西要交税 买房子要有房产税 赚钱有个人所得税 把财产给到子女 你还要交遗产税 更夸张的是美国征税有点霸道 它是全球征税的 就是你只要是美国的一个公民 你在任何其他国家赚的钱 都要在美国上税 这些富豪为了少交点税 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大有人在 就连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过 我就有三本护照 那这些富豪最常去的国家是哪里呢 排名第一的居然就是阿年球 你可能想不到阿年球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但是我换一个词 迪拜你可能立马就清醒了 根据亨人眼的潘娜的报告 阿年球已经连续三年 排在移民吸收榜的榜单第一名了 很多小伙伴就说了 阿年球这50多度的高温 他们受得了吗 他们究竟图个啥呀 就光税务这一点 就可以让富人无视那50多度的高温 阿年球的个人所得税是0% 现在很多国家在收税的比例上 对于富豪都已经接近到50%了 相比之下阿年球这个0%的 个人所得税率简直是无敌了 我今年也在迪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业务 我核心看中的优势就是迪拜的税收真的很夸张 企业所得税率本来就低 个税是0% 甚至就连资本增值税 都是0% 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在其他国家买股票也好 做金融产品也好 赚了钱要老老实实的交税 但是在迪拜 你只要不把这钱拿出来 你就不需要交税 我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将会去一次迪拜 帮大家踩一次点 到时候我会把详情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分享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关注我这个频道的原因 因为我是那个帮你们去探索全球的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曾经无比强大的欧洲各个列强之间 现在是如何玩新年抢富豪的 法国去年提出了说 如果你在我们法国年收入超过100万 那么我们最高可能征收75%比利的一个税 这个税出来之后把那帮富豪给吓傻了 甚至吓到那个LVMH的总裁阿尔诺 直接威胁说你要是敢这么干 老子就加入比利时国籍 就在看到各位邻居为了抢富豪打来打去的时候 意大利出手了 意大利每一次出手都是如此的猥琐 意大利提出说 只要你成为我的税务居民 无论你年收入有多高 一律只要按10万欧元的这个最高收入比例去征税就可以了 这一点真的是太急贼了 对于那些富豪来讲 人家可能一年赚了一两千万 你只征收他10万欧的这个税收 其他的税收你就假装看不见 所以一大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的富豪 疯了一班涌向了意大利 但是接下来意大利把这个10万的门槛又提高了20万 据说接下来还会继续不断的提高 所以意大利的这个动作感觉是先把这群小绵羊骗到我的羊圈里面来 然后等你们养肥了之后 我再开始好你们的羊毛 富豪不仅仅要考虑避税 对于富人来说去开曼岛或者去维京岛上面做一个自己的BVI公司 或者搞一套岛国的护照 轻松的也可以把税务这个问题解决掉 在富豪眼中省税它毕竟只是一个节约开支的思维 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钱在哪里 在赚钱面前省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富豪移民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在寻找下一个赚钱的机会在哪里 这些富豪人口的流动 其实预示着的是一波波商机在全球版图上发生的一个牵引 看懂了这一点 你就了解了未来全球的经济会怎么发展 先讲一个反面案例 比如英国吧 自从脱欧以来没有了欧洲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 英国的经济又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即使一年时间换了三个首相 也挽救不了日不落帝国的经济衰退 英国的这帮富豪一看 既然你连群聊都退出了 那我也不陪你玩了 大量公司就开始把自己的业务资金和资源转移到欧洲其他国家 其中收益最大的就是爱尔兰 荷兰 瑞士 这几个国家可以说真的是躺赢 据爱尔兰政府统计 自从英国脱欧以来 已经有135所大型的金融机构 把他们的总部从原来的伦敦搬到了现在的爱尔兰的都柏林 看看都柏林这几年房价长得有多凶 你就明白了去了多少富豪 新加坡吸引富豪的实力丝毫没有减退 新加坡地方虽小 但它却处于亚洲的一个商业中心 马六甲海峡 商机本身就大 因为全球有超过46%的巨型公司 包括微软 谷歌 亚马逊 苹果 星巴克 都选择把亚太地区的总部放在了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还非常敏锐地去拥抱了很多的新技术 比如说区块链 在很多其他政府还不承认区块链技术的时候 新加坡的金融管理机构和政府 就一直对区块链以及数字资产这一块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这种环境就吸引了大量的这种币圈的交易所 还有币圈的这些达人选择把自己的公司搬去了新加坡 你现在看全球的公开的这些数字界的富豪 他们全部基本上都集中在新加坡 我们刚说过美国明明这个税务上面没什么优势对吧 但是他依然强势的保留在了第二的位置 最关键的靠的其实是赚钱的机会 作为超级大国 这个市场规模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 本身就是它的一个优势 这些都能给企业提供大量的商机 这几年全世界毫无疑问最大的增长点就是人工智能了 但你看现在全世界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 什么英伟达微软苹果 这些公司的总部毫无意外全部都是在美国的硅谷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赚钱太多的 如果你是一个想抓住下一个风口的富人 美国依然是你的一个最佳选择 我们再来看一下迪拜 迪拜这个沙漠城市原来是阿联酋酋长国里面最穷的一个 因为它下面没有任何石油 当时迪拜政府想着要创造机会 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创造新的商机 迪拜早期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港口和物流的建设 另外迪拜还说服了英国政府 在迪拜设置了航线的一个停靠站 包括后面的阿联酋航空物流运输 让迪拜一跃成为了中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和贸易中心 中东地区有超过60%的进口货物都是通过迪拜转运的 迪拜现在还建立了大量的经济自贸区 说白了就是跟整个阿联酋是两套政府机构 这不仅给了富豪极低的税率 还给到了富豪在商业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自由度 比如说迪拜政府这几年就花了大量的精力 用在扶植这些创业项目上面 各种创业的园区 各种创业的签证 各种创业的基金 用这些客观条件吸引着兴起的这一波创业的富豪移民去迪拜 迪拜厉害到什么地步 甚至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很多文化 我们熟知的穆斯林文化中的摘月 还有这个敬酒文化在迪拜都是无效的 所以对于俄罗斯印度还有英国的这些富豪来讲 到那边生活 他不需要做任何调整 还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优待 那谁不高兴去呢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下驱动富豪移民的第三个因素 就是安全 这几年很多人疯狂的买黄金 黄金价格一涨再涨 背后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全球的这个局势 现在非常的动荡不安 富人花了一辈子去赚钱 当然希望自己一生的财富得到保护呀 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大量的俄罗斯富豪就逃出了俄罗斯 这个也直接导致了俄罗斯为什么连续多年上榜 而前几年香港的暴乱 直接受益最大的呢 是新加坡 大量的富豪从香港迁移到了新加坡 就是看中新加坡的这个社会治安的一个稳定 仅仅2023年就有超过3500名 可投资产超过800万新币的富豪 移民了新加坡 其中大部分都是华人 根据这个CEO World公布的新加坡富豪榜 新加坡目前的六大富豪 只有两名是本土的新加坡人 其他均是华人的新移民富豪 这里面包括了海底捞的张勇 逆帮期的创始人吴清亮 迪拜更是夸张 他明白富能在意安全度 你看看迪拜的警车 你看到这些警车 你觉得这政府为了炫富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其实不是 迪拜在过去十几年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扑灭犯罪 现在迪拜整个城市的犯罪力 接近0% 号称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没有之一 所以迪拜的警车根本就用不上 当然富能所要的安全感 不仅仅是体现在社会的安全感上面 富能还关心你整个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 你看美国这几年 我们感觉好像治安非常的不稳定 但是从过去十几年 整个整体的金融市场表现来看 美国仍然是现在全球最具备投资潜力的市场之一 你看美股是女创新高 而美元的汇率又异常坚挺 再加上他的银行体系 证券市场 还有房产市场 都受到了严格的监控 对富能的投资来讲 其实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安全保障 巴菲特曾经不止一次 在自己的股东大会上表示过 他认为自己投资生涯之所以如此的成功 其实就是赌对了美国的一个国运 如果把他的努力放在其他国家 可能一文不值 换句话说 富能明白 找到一个安全可靠 稳定增长的经济体 比起你自身的努力来讲要重要多了 最后一个影响富能移民的原因 可能有点颠覆你的三观 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问了一下我们公司的小伙伴 他们有的人告诉我是 因为像阿联酋这种国家 可以娶四个老婆 这想象力很丰富 但实际上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 在阿联酋 你想娶四个老婆的前提是 你必须先成为一名穆斯宁 这门槛就把很多富豪给击溃了 还有人说是因为教育 你要知道我们这里说的可是顶豪 您花钱随便拿出来有100万美金的顶豪 对于这些顶豪来讲 无论他现在身处哪个国家 只要他想 未来他的孩子都可以以各种方法 各种姿势进入到什么斯坦福 哈佛这些名校 教育在金钱面前没有任何障碍 真正第四个影响富豪移民的原因 是可以长生不老 你看巴菲特 芒格 英国女王这些有钱人 他们都活得特别长 而且90多岁了都活蹦乱跳的 虽然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富人对健康的重视 绝对是超越普通人的 而且越有钱的人越希望自己活得长一点 有一本科幻小说叫做三体 里面说的就是当三体人来到地球 占领了整个地球之后 把澳洲作为了人类的最后一个据点 也就是说如果外星人来攻打我们的话 澳洲将成为最后一个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 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三体人 但是富豪们依然喜欢澳洲这种远离其他国家 远离各种纷争的一个安静的地方 虽然澳洲的这个税真的是高得没朋友 但是澳洲的这个环境可谓是全球绝伦 蔚蓝的天空 绵延的海岸 清新的空气 水手一拍就是超级美景 外加上这里医疗的条件相当发达 所以住在澳大利亚毫不夸张跟你讲 多活十年不成问题 2024最新的统计 澳洲男性现在平均的寿命已经达到了81岁 澳洲的女性平均寿命更夸张 85岁 世界排名第三 真的是太能活了 在寿命面前财富一文不值 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人死了钱还没花完 这就是为什么富豪爱澳洲的原因 你再看新西兰 在整个地图上面 它就在那么一个角落 飞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十几二十个小时 居然吸引了一大波富豪 比如硅谷教父大名鼎鼎的彼得蒂尔 就花了1000多万美金 在新西兰购置了一块神秘的用地 面积超过450英亩 彼得蒂尔对外宣称 他正在建立末世城堡 OpenAI的老板Sam Ottoman就说过 如果有一天地球要毁灭了 他将会到新西兰和彼得蒂尔会合 这两个都是地球毁灭说坚定的支持者 他们说他们要成为地球上面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 我们再来说说日本 非常有意思 日本是全球最早面对老龄化严重这个问题的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点居然变成了它现有的一个巨大优势 由于长期要面对这个老龄化的问题 帮助这个日本的医疗突飞猛进了一波 你会发现日本的医疗资源极度丰富 你看现在有很多富豪 每一年都要去日本花大量的钱去做个体检 据说日本的这个体检先进到什么程度 可以提前预判你什么时候哪个部位会得癌症 我没试过 试过的小伙伴跟我们讲一下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 日本的医疗体系不仅发达 而且最关键是它服务非常的好 这些点都成为了极度吸引富豪的原因 OK说到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出国已经恰指一算有17年了 每次说到移民的问题就有人说 Henry你这个卖国贼整天就是重洋内外 我其实想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你不一定要出国 你孩子也不一定要去上什么长春藤名校 甚至有时候你出了国 去了比如说繁华的纽约街头 你可能会说这地方怎么这么破呀 地铁里面连个空调都没有 火车站里面还有老鼠一股酸臭味 然后这房子也是又破又烂 我出国的意义到底在哪呢 但是当你跟着我一起把今天的视频看完 你会发现豪车豪宅什么爱马仕 并不是富豪追求的唯一标准 真正的财富其实是让你拥有了一种选择权 你越有钱你越有机会去主动掌控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生活 你可以给自己和家人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 甚至你可以自由的放弃现在的业务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行业里面 你会发现真正的富人他们之所以喜欢折腾 是因为移民这件事情对于富豪来讲 并不意味着离开 而是连接 通过观察不同国家的优劣势 站在一个全球化的视角上 进行一个灵活的布局 你每次走出你的国家 其实看到的都是新的可能 相当于给自己的世界建立了更多连接的一个触点 这种给自己寻找更多触点 寻找更多财富机遇的机会 永远不会停下来 我这边有一个福利 我想给到跟我一样在海外创业 或者未来要创业的一批小伙伴 如果你也想抓住现在最新的机会 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社交媒体 我把我过去一年里面通过人工智能帮我获客 帮我给用户提供服务 甚至帮我做销售的整个过程 总结成了一个不到60分钟的网课 看完这个免费的网课 意味着你以后可以轻轻松松的 利用人工智能这种新的科技 帮你获得源源不断的用户 你再也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 你不喜欢的工作的部分上了 而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在你真正想做的那件事情上面 我今天把这个网课的链接 分享在我这个视频结束的地方 还有评论区里面 想要了解一下的小伙伴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去了解一下 我相信会对你未来的创业生涯 产生巨大的启发和帮助 世界这么大 也许我们都应该走出去多看看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喜欢我今天这一期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掰了个掰